你看那個第二題 像這個題目 其實他考的就是考什麼 發展輔導裡面的所謂的觀察紀錄的方式 這個題目 應該是放在學習者發展 那一科 反正不管怎樣 反正你們都要面對這些問題就對了 來看第二題 小梅老師想要知道 要不要選擇各個學習區的頻率 有時候考試 題目很長 你如果看到那幾個關鍵字 通常答案就出來了 頻率 次數 如果要告訴你說 他採用那種觀察想了解這個孩子發生的頻率 他的次數短時間次數 他去的幾次 我覺得很簡單嘛 叫計次表 計次 計量法 或叫計量 或叫計次 那那個 什麼訪談法 意識紀錄 評定兩表 所以這四個 建議各位老師 其實都常常出現的 那你要知道什麼叫訪談法 什麼叫做意識紀錄法 評定兩表 請問一下 我現在把這個題目 改一下 就會變另外一個考題了 比如說 來 一樣喔 我把那個A 改成假 計次法 好 我接種時間的話 B 改成E C 改成B 然後 D改成D 就是 就是 什麼 訪談法 意識紀錄法 評定兩表 E 提 訪談法 並 意識紀錄 丁 評定兩表 老師你講這個幹嘛 來看題目 上面寫題目 這四個夾以餅金 這四種觀察紀錄 下面哪一些觀察紀錄 乃是屬於 量化的紀錄 A T 來 其實這個題目 其實 我就舉個例子來 考過這個題目 隔幾年之後 考這個題目 其實這個題目 其實來自於這個題目的 變形 他只是改一下 問的方式 是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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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應該不難吧 你們有上發展輔導 如果上我有發展輔導 我都會唱和有講 如果沒上過沒關係 你不然你上哪個老師 或你看哪個方法 已經都會提到觀察紀錄的方法 觀察紀錄分兩種 量化跟直化 有沒有 知道嗎 OK好來 句次 訪談 意是 然後平定量表 他這個字 他已經偷偷告訴你 量化的 量化的 計次 計算幾次 是不是數字 數字量 所以答案就是 假 丁啊 那意思就是說 那儀品呢 都是屬於 直性紀錄 記住啦 你看到量的時候 另外跟他相反的就叫直 所以一般來說紀錄有兩種方式 量化的紀錄 或直性的紀錄 花瓜年做研究 研究的研究方法很多種 有一些是強的 有一些也是屬於量化的研究 有聽過嗎 也是屬於直性的研究 老師 我怎麼去判斷什麼是量化的研究 什麼是直性的研究 很簡單啊 來 聽聽嗎 量就是什麼 數字 他最後是用數字來呈現 那個研究的結果 數字 那什麼是直 它是什麼字 它不是數字 它是什麼字 文字 它是屬於文字的描述 那個研究的結果 結論告訴你 它是透過一連串的 許許多的文字 在描述一個現象 描述一種觀點 描述一種主張 或描述一個現象 用很多很多的文字 來描述一個結果 那個是直性研究 如果那個結果告訴你 最後告訴你 告訴你 最後統計結果發現 有沒有 什麼 占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 是不是數字 75% 三分之一 有沒有 那都是量化的 那懂意思嗎 所以你去判斷 其實都不難啊 其實都一個點 抓到就好了 直的 它都一定是文字的描述 量的 通常就是跟數字有一樣 懂嗎 老師 什麼叫頻率 什麼叫頻率 幾次啊 有沒有 三十分鐘之內 打人打了幾次 三十分鐘之內 打人打了三次 這個還是打人打了四次 喔 這個頻率比較高 有沒有 數字 這都是嗎 OK 好結束了 其實這個是在發展心理學裡面 在我們的發展輔導裡面 談到一些研究的方法 跟紀錄的方式 台灣會提到的 看到了 其實這個題目是應該放在 學習者發展更新法 那一科 然後卻放在 誒 課能教學 不過因為 他有提到那個學習區嘛 對不對 其實還是跟教學有關嘛 好 所以你看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解析什麼 BC屬於職性研究 欸這邊就講了 BC是職性的 然後 諸教屬於標準化程序 這個齁 你就寫一個 標準化程序就是量化的東西 就是量 第三齁 你們自己看 那不用解釋 你們應該都很懂 這個應該沒什麼好解釋的 我相信你們一看就知道 哪一個是適合的做法 那 答案是 C嘛 下面我就不再做說明 這個很簡單 我就不再看說明 那第四題 剛剛我們有提過這個題目 哪一個比較適合做檔案評量 的資料 班級通知單 幼兒表現觀察紀錄 還有幼兒作品跟老師的註解 還有每週課程計畫跟課程目標 答案就是乙跟餅 乙跟餅是什麼 就是觀察紀錄 跟幼兒的作品跟教師註解 這個是比較適合放在檔案評量裡面的 那個下一次上課我們提到那個 我們第三堂課會談到評量 我們就會提了 評量有分很多種 你們一定聽過來 我先說幾個喔 你們要先知道喔 第一個 表現評量聽過沒有 實作評量聽過沒有 那個真實評量 那個真實評量 聽過沒有 真實評量 檔案評量 動態評量 我講的這幾個 都是最近這幾個很常考的 跟評量有關的 我再說一次 表現 實作 動態 動態 檔案 真實 這裡有五個對不對 好像師父說了五個 五個評量的名稱對不對 其實只有四種評量 老師你明明說我五個怎麼會只有四個 因為其中有兩個是同樣的概念 它只是翻譯不一樣 表現就是實作 實作就是表現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把表現 實作 表現後面那個實作 用跨在表現後面 表現評量又稱實作評量 有時候考試考一個選項 結果表現評量 有時候它選項變成實作評量 那這兩個不一樣嗎 一樣 懂我意思嗎 是一樣的概念 只是中文的翻譯不一樣 看到意思嗎 OK 所以 表現就是實作 如果你有上過我個人教學錄影帶的 你過去 我上過都有筆記喔 我都有畫整張 因為我們要提高 這邊三位老師 只有一位老師看我錄影帶 表現 真實 動態 檔案 老師你剛剛是先說檔案再說動態 沒辦法跟那個順序沒有關係 重點是這四個 表現又叫實作評量 公平量就可以講一兩堂課 不過沒時間 但是重點是 我提醒你喔 如果你之前上過課 或者在你的講義裡面 給我 趕快複習一下 如果你沒聽過的話 或者你找不到的話 趕快Google一下 OK 好